美参议员对俄制裁新提案将是最严厉最具毁灭性的观察者网消息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莱姆表示,2日提交的对俄罗斯制裁提案,最严厉何具毁灭性,包括禁止购买俄新发行国债,规定对俄罗斯政治家和企业家实施新制裁 战好简平在普特会后,特朗普就声称想邀请普京访美,普京表示愿意,但提出了条件,并且声称可以邀请特朗普访问莫斯科 很显然,从特朗普的视角,是想和俄罗斯来一个大的交易,虽然美俄彼此能给的可能并不多,但特朗普依然需要这样的氛围,以达到自己的全球战略目标 其实,特朗普在竞选时就有这样的想法,只是由于美国国内反俄情绪太过高涨,特朗普身上还有通俄门的压力,于是不得不低头 然而,这次特朗普还是顶着压力实现了普特会,就在特朗普顶着压力和普京搞互访式互动的情况下,美国议会又有动作了 多名参议员提交的对俄罗斯制裁提案将是最严厉和最具毁灭性的 美国参议员声明中表示,数类参议员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法律草案,建议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 其中包括禁止购买俄新发行的国债草案中还规定对俄罗斯政治家和企业家实施新制裁 这次提案,并非民主党或共和党任何一边的议员提的,而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共同的提案 这个提案的目的,就是针对契约的普特会 这次,制裁提案的内容,还针对俄国企支持的能源项目投资行为实施制裁 还针对俄罗斯新发行的国债实施禁止买卖制裁 甚至,还要查明普京所拥有的资产等 很显然,这不是在欢迎普京,而是在试图阻止美俄关系改善 试图阻止普京与特朗普的互访 所以,这是显然不是特朗普能决定的 关键在国会,一旦国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对俄制裁 特朗普恐怕还是得继续制裁 一旦特朗普这么干了,那么普京必然会恼怒 美俄的关系缓和,就又将告一段落 所以,虽然特朗普很想继续推进美俄关系改善 但美国的国会并不一定支持 很显然,特朗普并不能完全控制美俄关系的改善 因此对普京来说,依然要防止被坑 说不定这边刚刚达成什么协议 那边最严厉最具毁灭性的制裁就会来了 那真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所以,我们会把 tickets都合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